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赖之声值得无限循环 粉丝们的冬日限定又回来了 周深日语发音有点甜 一颗星转换角色 全程完美辅助 神仙组合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修饰 五美干兵都挺多余的 两个人就能够撑起了一场演唱会 这届的终极盛典一共诞生了两个大奖 王源喜提人气王 非常圆满收获了天生组合荣誉 不过他俩的单曲的播放量仅仅是只有150万 根本就无法跟上一季相提并论 流量至上无法阻挡 不服也只能够憋着 陈小春 盖实现了逆风翻盘 精神小伙再续老战术 陪伴一代人成长的金曲串烧 霸气炸场 虽然有点耍赖 唱得真不赖 精神小伙变身热血男儿 重回梦争江湖 搞笑的是节目组莫名其妙的改变规则 你知那头有点离谱 陈小春暴笑自嘲 红额额额就拿到了精神组合 更粉色的是比赛过程的收视率屡创新低 就连弹幕也是冷冷清清的 不过天生再次回归惊喜现场开场秀 波段收视率却创出了新高 曾经的良心综艺少了一点光辉 情人生全新改编东京爱情故事 完全不同的风格和韵味 好听到恶魔发酥 一个是娓娓到来一个深情款款 飞花青丝梦 如愁自在飞 耳机等至少可以循环一周 前奏的部分 李克勤阿拉贝卡轻唱 独具魅力的粤语翻译 再次将听众们带回了粤语歌鼎盛的时代 李克勤的笑容有点憨 磁性的中听却超有感染力的 风轻云淡 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周深在转弹当中闪亮登场 微微一笑又帅又可爱 个儿惊喜的是周深全程唱日语 跟去年相比较呢 日语的水平进步是肉眼可见的 当之无愧的语言小天才 李克勤全程以母笑一脸骄傲的样子 像极了屏幕前的妈妈们 观众们忍不住暴笑反问 周深难道是在联合国长大的吗 周深日语发音有点甜 动脉少年音太适合这首歌了 莫名有种二次元的味道 闭眼聆听仿佛回到了追日剧的时代 一代人的青春又回来了 李克勤完美辅助 全程帮忙电音 周深的中低音通道彻底被打开 秦深深绝美合唱 堪比行走的修音机 有趣的是想象中的标配干兵却没有出现 很明显天作之和不需要任何修饰 舞美干兵都多余 其实呢 秦深深的全新编曲很难唱 空拍呢 很多也是没有节奏的 全屏唱功和音乐把控力 演唱难度很高 不过呢 周深李克勤配合默契 广东话和日语完美的融为一体 明明是秦科 秦深深的却唱出了世界大同的意境 有情怀 也有感动 既能够欣赏天籁 又能够致敬经典 甚至能够让听众感受到音乐里边流淌的时光 秦深不愧是代际融合天花板 有突破也有创新 任何风格的歌都能够唱出自己的味道 很多粉丝看完就撤 足以证明秦深是无可替代的精神拍档 吃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冰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